大家好,现在是美国时间1月5日的晚上9点钟左右 今天的美国重大的新闻也还是美国众议院议长的选举 今天是美国众议院选举的第三个工作日 也是第11轮,也是今天的第5轮投票,刚刚结束 其结果还是一如既往 第11轮等于第1轮,依旧是共和党的候选人麦卡锡201票 民主党的候选人杰弗里斯212票 其余的21票就归属于共和党内的不同人士 不过今天得票中又多了一位,就是美国前总统川普 对于此次美国众议院的议长选举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这种尴尬的局面 我在上集的视频中已经做了一些基本的介绍 并且我也给出了我个人的判断和结论 即政院议长,必然会滑落共和党 那么只归属于麦卡锡 不过这个结论也有一个意外 就是万一麦卡锡自己主动放弃了参选呢 我想如果他真的中途放弃了参选议长的话 那一定是被迫无奈 而且他也会于死网破 最终的结局恐怕是不堪设想 另外一种结局当然还是继续耗下去 耗到海枯死烂 可能吗?肯定不可能 所以最终将以什么样的形式来结束这场共和党内部的内斗 才是我最为关心的话题之一 正因为如此 我今天的视频就想换一个角度 力度通过本次共和党内部的分歧中所涉及到的人物入手 采取做减法的方式 注意模型其中的脉络 挖出幕后的黑手 以及最终目的的意图何在 按照这两天整个选举过程的进展 我发现其中涉及到五个关键人物 第一个当然就是共和党的候选人麦卡锡 第二位自然就是民主党的候选人杰弗里斯 第三位就是除了上述这两位 现在得票最多的 或者说他得票已经达到20票的 名字叫做唐纳兹 第四位也是共和党的众议员 他的名字叫巴特盖茨 分清楚哦 他可不是比尔盖茨 为什么要点出这个人的名字呢 因为他呀 就是力挺唐纳兹的铁杆 第五位呀 当然是少不了美国前总统川普 因为他呀 就是力挺这位马特盖茨的幕后大佬 我刚刚列出这五个人的名单以后 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没有 我们现在可以围绕着矛盾的焦点 把两个人呢先去掉 第一个呢当然就是共和党的候选人 麦卡锡 第二个呢就是民主党的候选人 杰弗里斯 那么剩下来呀就只有三个人了 即共和党的众议员唐纳兹 共和党的众议员马特盖茨 以及共和党员美国前总统川普 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一句 他们呢是一脉相承 可以说是穿在一根绳上的三只蚂蚱 首先呢要我们认识一下 这个全名叫做拜伦唐纳兹的 共和党的另一个候选人 他就就是何许人也 简单介绍一下吧 他呢首先是一个黑人 顺便查一句吧 加上民主党的候选人杰弗里斯 这次选举啊应该说是历史上第一次 有两名美国黑人获得提名为众议院的议长 这个唐纳兹呢 他从小出生在纽约 而长在佛罗里达州 他在2022年呢 以压倒性的优势 取得了佛罗里达州 第19届国会选区的众议院的议员 下面呢 还是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政治主张吧 支持川普 拥有枪支 热爱自由 反对堕胎 反对政治上不正确的黑人 下面接着啊 要我们看看川普 是如何支持这个唐纳德的 他发了一则推文 推文上写的是 我一直支持他 支持他在国会 事实上 我觉得他呢 一开始就应该进入政坛 他是一个前途无量的年轻人 听话听声 锣鼓听音 他应该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挺川派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个马特盖茨啊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马特盖茨本人非常年轻 他生于1982年 是美国的著名律师和政治家 他自称是自由民粹主义者 他一直是前总统川普 以及极右翼政治的支持者 其实啊 我前面提到的唐纳之 他本人的投票 也是投给麦卡锡的 而这位马特盖茨啊 却是相当的执着 可以说 唐纳之所获得的15票 都是他在背后操纵的 可以说 麦卡锡现在缺少了15票 关键点呢 就在这个马特盖茨身上 大家听一听 他之前呢 说过的一句话 2022年 如果共和党人 取得了众议院的选举 首先呢 就应该优先考虑 针对民主党人的弹劾调查 并且追究他们的责任 并且他今天呢 极端性的放出了两个 劲爆性的新闻 因此他说 我不在乎我们是否获得 独树席位 我可能会选择 民主党的杰弗里斯 这个话是不是有点太过头了呢 另外一则新闻啊 就是要我们看一看 下面的一段视频 听到没有 他竟然提名 美国前总统川普 为新的众议院的议长 这可是一个劲爆性的新闻啊 这一新闻一播出啊 全美国人已经沸腾了 不过有人就会发问呢 美国前总统川普 连美国国会议员都不是 他怎么有可能当选 美国的众议院议长呢 这个呀 有可能就是美国的奇葩之处 因为宪法呀 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议长必须是 实际是众议院的议员 由此可见呢 从技术上讲 这位美国的前总统 有可能啊 还真的成为议长 果真如此的话 那这个瓜呀 可就大去了 对此啊 大家也可以脑洞大开一下 美国的众议院的议长 是什么人物啊 是美国的第三号人物 如果川普当了 美国众议院议长的话 他就有可能啊 去弹劾美国的总统 和美国的副总统 如果弹劾一旦成功的话 那美国前总统川普 不就重新又当上了美国总统了吗 这个话题呀 太大了 也只能到此为止了 不过我想说的是啊 川普在这件事上 确实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虽然川普呢 表面上现在也在支持麦卡锡 但实际上啊 他的心里还有另外一盘盘算 为他始终觉得呀 麦卡锡并不狠 不够狠 对民主党啊 还不够狠 现在的川普啊 就是想联手 唐纳兹和马特盖斯一起啊 将麦卡锡摁倒 让他彻底的败倒在川普的十六群下 否则啊 就是不让你通过 接下来呀 必然会出现两个结果 第一个结果啊 就是麦卡锡真的败在了川普的群下 结果就是啊 美国众议院的议长就归共和党了 共和党的幕后呢 就归川普了 这个呢 才是川普要的最后的结果 当然啦 麦卡锡的背后 还有建制派的共和党的支持 所以啊 他必须要考虑到两者之间的平衡 现在的问题是啊 万一麦卡锡不肯屈服 甚至啊 要搞得个鱼石网破 既然我得不到议长这个席位 我呢 也不能便宜了你们 反过来啊 我再联手六个人 来支持民主党的候选人 杰弗里斯的话 岂不是便宜了民主党 最后让民主党获得了众议院的议长席位吗 这样的结果啊 咱们不说共和党是如何败得一塌糊涂 就连川普啊 也真是吃不了兜着走 大家想一想 如果民主党当选了众议院的议长的话 这些人还能便宜掉川普了吗 这个呀 可真是下策的下策 这呢 也将意味着共和党啊 彻底的崩溃 但我始终还是认为啊 看着美国各党派之间的斗争啊 纷争复杂 其结果呢 还是一个妥协和磨合的结果 如果不出万一的话 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 即最终的众议院的议长的席位啊 还是归于啊 麦卡锡 好吧 今天的节目呢 就先播放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看